接下来我们要交同期比较 请问一下老板关不关切 2015年跟2016年的差异性分析 或者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比较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 继续再来看 真的这边都是按几个按键 您就做出来了 那我们来做同期比较 画面就问一下 同期比较有一点点 大概五个按键就做完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 增加一张新增加一个页面 新增加一个页面 我们来画一张新的视觉画图片 对了 我觉得在介绍那个 我应该先把最重要的联动分析也跟能讲完才对 好 我点回来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各年获利分析 对不对 我只能引导你说他可以做连续性分析 可是我希望说你可以理解到 既然他可以做连续性分析 是不是有一个连续性的 例如说时间 连续性的资料 像时间 各年 各年 然后呢 什么 各年 这样子一个逐渐的成长 这叫连续性分析 可以吗 因为一定要有一个连续性的资料 例如说时间 好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各年的获利利润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它是逐年成长 那请问一下 我们能不能去看 我们能不能去看各产品的获利表现 各年产品的获利表现 所以我们再画一张第二张 所以在这边空白的地方顶一下 因为联动分析非常重要 所以空白的地方顶一下 接下来为了让各位看得懂 所以我还是画直条图 可是一般右边都会画类别分析的原型图 好 然后接下来呢 选了这个群组直条图之后 我要做各产品的获利分析 所以我是不是先勾产品 产品 产品的类别只有三类 所以打勾 所以它就会直接把类别放到轴 再来是不是利润 有看到利润 请问你会画 这个是各年获利分析 这个是各产品获利分析 对吧 所以你应该会画左边这张图 就会画右边这张图 好 可是我现在要请你们看一件事 请你们去看一件事 当我今天2014年是不是增加到2015年的获利 是不是它有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什么增加比较多 这叫关联性分析 关联性分析听得懂吗 例如说好了 假设有一天 假设有一天 我罹患癌症 对不对 我总要想 我总要想什么 我到底是不是我的生活实惠模式 还是我什么什么 就开始要去做这种关联性分析 这样可以理解吗 简单来说 2014年变到2015年 它是不是增加 增加 好 那我们当然会想要知道 那个产品的表现是什么 刚刚我们不是做了自动分析 但是你会不会想说 去清楚的知道是哪一个类别的影响 这边为什么可以说 这边为什么可以说是这个类别 叫做技术 技术成长最多 为什么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办公用品 它的整体是最高的 但是呢 2015年 它不是最高了 它跑去第三名了 它从第一名掉到第三名 第一名看出来吗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对吧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不是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 是不是下降 下降到比 这个 加剧还要低 它说跑第三名了 2015年 办公用品 假设 假设它 不变 它也是维持最高 那代表的是什么呢 技术类增加 在大数据分析里面 它只能去做 关联性的一个分析 它的连续性分析 做的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它这种 关联 它是做得很好的 前提是 你的数量 一定要够大 你不要只给我一年的资料 你不要只给我 例如说 假设 我想要去做那个 我们很多医院都讲 我在做大数据分析 它只收集到 例如说 某一个地区医院 就说 我们医院要做大数据分析 这 这有点太 太忽略了 什么叫大数据 它只能说 我在这个地方 像那个 前博士文 它叫阳梅 阳梅大数据 听得懂吗 我只是告诉你 它还是落在一个 地区里 好 不过那不是大数据 那真的不是大数据分析 我只是这样告诉你 它这边关联 我们只能知道说 2015年 技术类 它的增加 是比较多的 可以吗 请问你右边这张图会不会画 这不就是e-sale吗 这我已经讲过了 然后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多点一下2015年 那你是不是要看一下 2016年是不是也是增加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又是办公用品 跑来第一了 可以吗 那你是不是就会说 其实2015年 要是办公用品 它也表现很好 哇那2015年 其实它不得了的成长 我只是提供 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那这些东西 就是很重要的 联动 互动 互动 我们上 像刚刚是不是有介绍互动式 就在讲这件事 你看两张资料表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件事 可以吗 好 来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先做右边这张 各类 各类别 这一张 是类别 产品的利润分析 是不是就做出来这张图 接下来 接下来做完这张图 记得你要点2015年 你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要看懂这张互动式图表的意义 然后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觉得这个互动式是很重要的 这样我就解释完 什么叫互动式 就是观 灵 观 思 算了 反正你也没控制到 因为它不是连续性的 知道它已经被你切断 那个季节一是2013年的季节一 加2014年季节一 加2015年 对 可以了解 趋势限制能在连续性的资料里面 才能画出来 那你会说 季节一变到季节二变到季节三 它就是连续性 它不是连续性 听得懂吗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同期比较 好 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不喜欢去炫技 我也可以把右边那张图 画成圆形图 画成圆形图 大家都看不懂 你信不信 我们来尝试做 但是它很漂亮 它真的很漂亮 好 就是 就是 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好 然后 尤其是年轻人 真的 他就会说 老师你都在讲废话 我们现在来告诉你 给你看一下 那个 现在你画的这种直条图 它是很容易让我们看懂的图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换一个图 我们现在来换一种图 这张图 我改成圆形图 圆形图 好 我甚至把这个标签 稍微放大一点 可以吗 然后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就是 又显示 显示什么 显示 资料 百分比 我看全部都显示好了 好 好了 我现在 我刚刚是不是说 我们其实 你看 这张图跟刚刚来说 你觉不觉得 这一张 这样子的呈现会比较漂亮 有听懂吗 我刚刚是讲怎么样 好 对不起 刚刚忘记 先保留下来 我刚刚是不是画成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子好看吗 好 我滑鼠右键 复制 这个叫做连续性分析的第二点 好 我把这张图改成圆形图 请问你觉得 这个连续性分析 两张直条图比较好看 还是连续性分析 一张直条图 一张连续性图 哪一种比较好看 是不是这一种比较好看 对吧 对啊 你们怎么没有感觉 这个是不是不好看 对不对 就七根柱子在那边 就视觉上 觉得不怎么好看 不好看哦 好 那问题是这个 是不是还可以多加了两种不同颜色 对不对 但是当你点下去 你根本就不懂 他在到底在画什么 好 我现在要解释 我要解释让你听懂 我花好多的时间 我们先把这张图的格式 请问这个圆形图应该没问题 就是你就只要点一下这个圆形图 它就变成圆形图了 直条图 如果你要变成直条图 就点一下 它就变成直条图了 就画图 画图就改变图表类型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想你们在这都会 可不可以画成环圈图 当然可以啊 好 然后我先把这个字 稍微标清楚一点 那就是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里面把字变大一点 然后我希望说 它呈现是所有详细资料 字的颜色是黑色 好 请问是不是都看得清楚了 看清楚 重点是 这个29.7 这个35.38 这一定是放最高 最大的 35.38 是不是比34.92来得大 可以吗 这个一定是最大的 在接下来 这两个其实差不多 所占的比例 一个是35.38 一个是34.92 所以你四捨五入 这是不是35% 这是不是也是35% 差不多就是一样 差不多就是一样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看说 2015年 2015年 它增加率 是比较大的 那这边我们来去看到底是哪一个产品类叠增加率最大 看得出来吗 是不是也是技术 技术 对不对 请问你 这个技术是不是最大 接下来是不是加剧第二 办公用品是不是第三 有看出来吗 好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可是请问这个11.8%是什么意思 就会有同学在问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是它自动产生出来的 所以它这一块 2015年的加剧 占整个全部的11.8% 再理解吧 我真的不骗你 你凡事不能理解的东西出了这个门就忘记了 真的 这张图下次你要再解释给你的主管听之前 先你先回来听我讲完这一段 真的 我不骗你 你下次你解释 你没办法解释让你老板听得懂 圆形图 可是你去看这个十条图 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直接告诉他 因为你不想解释的那个百分比 你根本就没有呈现出来 可以吗 最容易被人看懂的图 未必是好看的 尤其直条图最容易看 你去问三岁小朋友 他都会告诉你那个资讯 这就是直条图 为什么排在所有统计图表的第一顺位 好 那我想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我只是告诉你 人是视觉化动物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打广告 我画的是这张图 可是我在介绍给老板听的时候 我一定是用这张图来介绍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在解释的时候 视觉化分析 视觉化分析 你要解释是 让老板能够很轻松看懂的 圆形图不容易懂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圆形图不容易懂 好 接下来 我上一件事情要教各位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请问一下 我们会不会希望把2016年各月的表现 获利表现跟2015年各月获利表现 来去比比看 各位比比看知道吗 好 那这件事你用以示要回去真的算算看 如果超过10分钟你画不出来 那就请你放弃吧 你用以示要画不出来 很难画 很难画 我画得出来 但是那个 炮比较容易多了 好 首先我要去做各4年的同期比较 所以滑鼠游标增加一个新的空白视觉化图表 然后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最容易比较的图档是折线图 因为我有4年就是4条线 所以用折线图这我想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去做各年的利润 各年利润的话 所以是不是勾订单日期 它就会放到轴这边 这就是年 然后接下来呢 利润 它这边是不是呈现 呈现成什么样子 这样逐步的上升 但是这是不是整体 例如说2013年的总total 2014年的总total 所以请问怎么样下探变成个月 如何变成个月 是要用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是要用多向下探索还是连续向下探索 我游标都已经放在标准答案这边了 你还给我讲 请问是用多向下探索还是连续向下探索 多向下探索 点几下 两下 是不是就是月了 1月2月3月4月可以吗 请问这是不是画出四年的total 四年的total 对吧 我用这个多向下探索 它是不是2013年1月加2014年1月加2015年1月加2016年1月 放在这边 可是我要四年 所以是四条线 怎么做到四条线 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图例 请问一下 你做到这个图没有问题吧 做到这张图应该没问题 比较有问题的 比较有问题的是 刚刚这边是用多向下探索 两次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什么 因为我要画出四条线 四条线 所以怎么样可以区分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那刚刚就是用图例了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订单日期放到图例里 所以再把订单日期 按住它拖曳到图例 然后记得要把这个订单日期改成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第一个是不是年 它就变成一年一个图例 所以你看一年一个颜色 2013 2014 2015 2016 所以是不是四条线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四条线 然后你重点要看的是2015跟2016 我要不要再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好了 这就是同期比较 你回去用比较 你十分钟画不出来就算了 不要在那边挣扎 好 我一定是用折线图 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去画各年 各年的利润 所以各年就是用订单放在轴这边 它会自动放在轴的利润 所以它就画出了一条线 因为我用折线图 刚刚不是用群组直条图吗 所以有四个并 四个条 但现在用折线图 它就只有一条线 记得要用这个多向下探索 往下往下 它就变成1月到12月 可是现在就是把四年都合并在一起 因为这是多向下探索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透过这个图利去把它翻成四年 所以就把订单日期拖曳到图利这边 然后把订单日期改成什么 日期结成 你就变成四条线来呈现 刚刚是日一天 它就一个点 所以这边看到一大堆的点 换你们动手来做 同期比较 好了 我觉得骨干 折线图 可能下午再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 我们下午再教你最后一件事 就先把它存档好吧 存成 Power BI专用的档案 叫做PBIX 来 画面就用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存档起来 怎么存档 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储存吗 但它其实是放在档案里面 这个是档案 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这个是档案 然后储存 或者是另存 其实我比较习惯按的是 左上角这个储存 然后接下来请存到 例如说 我是放在 我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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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 随身碟里面 我先暂时放在 低碟好了 低碟 然后这个档案叫做 2019-0926 超市分析 货档名是什么 Power BIX 因为它最后是要走网页的形式给别人 所以它都可以结合插案了 好 存档 好 那我们就先暂时 那个 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回想一下 有几个重点 就是 大数据分析里面 它有一些技术 技术你们已经感受到了 好像按几按键 就可以画完这张图 可是画完这张图 你重点是要看到现象 解释它的行为模式 然后思考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 那上午 我们就暂时在这边到一个短路 下午一点 我们准时继续来去看其他的分析 好 上午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四年的同期比较 那这四年的同期比较 其实让主管人去看这四年同期比较 它根本就不会比 你最好是不是把四年的资料 变成两年 那怎么变呢 还有我觉得先把这张图的格式 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怎么把这张图画得更漂亮一点 首先 首先这个字 就是X轴跟Y轴要调整 它这个线条你有没有觉得稍微细了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点选 点到这张图 点到这张视觉效果图 然后点选格式 把X轴的字放大 那X轴反正改来改去就是把字改大一点 比如说14 然后色彩改成黑色 大概X轴就会改这件事 Y轴一样 Y轴稍微我们也把字稍微变成14 然后色彩为黑色 这我想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那线条是不是希望粗一点 既然我想把线条粗一点的话 那你觉得在哪里 在图案还是坏图 答案是图案 这个图案里面 第一个笔触稍微色 粗一点 例如说6 6是不是稍微粗了一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这个显示标记也打开 打开之后 有些人他会在标记上面 用三角形 这边看不出来 是因为大小跟那个线条一样粗 可不可以改 当然可以改 有看到吗 三角形 那我们能不能改回来 我觉得圆点比较漂亮 圆点 这就是骨干点 这个骨干点图 我觉得比较好看 可以吗 这个现在这样子的呈现结果 比刚刚那个折线图好看多了 好就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然后等一下我再教你 如何只秀出两年的资料 因为同期比较太多期在一起比 就会让主管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比 如果你只放两期 就是两年的资料来去做比较 他就很会比了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请把那个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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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图 画出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你想要呈现这个同期比较 这边是不是2013到2016 这是2013到2016 4年的同期比较 这样子的比较 其实会让人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比 可是如果这边我只有呈现两年 这个时候效果就很好 你看一下 怎么样把 就是 例如说我只要比2015跟2016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只会比那个最近的两年 对不对 最近的两年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2013年跟2014年的资料怎么样 隐藏起来或者是筛选起来 所以怎么做筛选 这边我们把筛选打开来 那我要隐藏 我要筛选掉的是不是2015和2013跟2014这两年 所以我就在订单日期这个年这个地方 这应该没问题吧 你应该不会筛选月 也不会筛选月 应该会筛选是年 所以点选这个订单日期年 然后点这个地方 我们筛选的依据是以符合的才会留下来 符合筛选条件才会留下来 可以了解 它跟筛选刚好是颠倒的意思 筛选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符合这个条件我就把它过滤掉 这叫筛选 对不对 可是它这边刚好颠倒 符合原则才会留下来 它其实是筛选的颠倒的意思 好 订单日期年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因为它要找符合的符合的符合那就是什么 我要2015跟2016那是不是大于 我是不是可以设大于 大于多少 2014可以吗 你当然也可以用大于或等于 那就是要这边要下2015了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套用筛选 你看这边是不是变成两条线了 可以吗 我能不能请你们回应你看到什么 我跟你讲画图真的很简单 请问筛选筛选你会不会 会吗 你了不起只是知道说原来在这个地方而已 你只有这种感觉吧 可是你觉不觉得画出来图这才是重点 好 如果你今天是主管 你要什么报告 有没有同学可以报告一下 或者是分享一下给大家听 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给各位 只是希望有回应而已 有没有谁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你现在你要报告 2015跟2016同期比较 然后你要怎么说 你要怎么报告 你才不可以讲一下 交叉 其实我知道你大概要报告几件事 利润 利润其实趋势是逐渐往上 这两年都是 然后可是有几个月 因为我们是看2016 2016上升的大部分都是上升 1月 2016是蓝色 紫色 1月2月3月5月6月7月9月10月都是上升 那相对的下降的月就是有4月 还有6月7月 4月8月11月12月 对不对 其中又以什么 又以11月 11月它调的最多 这是我们最值得关系 因为你在做同期比较嘛 对不对 就是要去说它的差异 而且站在的立场是2016年 可以吗 好了 那请问你 我刚刚是不是讲了11月 为什么这个月调最多 你觉不觉得是不是老板很希望知道答案的 这样了解 好 所以我刚刚只是做筛选 还记不记得筛选怎么做 就是打开这个筛选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年 记住要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就是大于2014 这样的话它就只会呈现2015跟2016这两条线 那就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筛选 是不是就只看到两条线 当然是筛选 筛选就是只手遮天掩盖真实 掩盖真相 所以资料科学家做出来的资料 我觉得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他用的是筛选 这个方式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我们刚教各位这个筛选的方法 真的建议 建议不要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当你今天一做过筛选 筛选要资料就没了 可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主管自己去自由选 自由选就是说 讲上现在要比2016跟2014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好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主管能够 老板能够自由选择呢 好 当然有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资料的 取消筛选 取消筛选 就是在你曾经做过筛选的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项题差 刚刚我是不是在订单日期 刚刚我是不是在订单日期这边做过筛选 怎么看出来呢 因为筛选无非就是设条件 条件的意思就是你用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不等于以及等于这六个来去设条件 好 那接下来你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有一个叫做什么 橡皮擦跟眼睛 这就是隐藏 可是因为我已经筛选掉了 所以你隐藏没有用 好 我们只能清除筛选 清除筛选是不是四个资料都呈现回来了 四个条件 四个旗的资料都回来了 好 那筛选请先关掉 会清除筛选吧 好 我看还是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清除筛选 就只有按一个橡皮擦按钮 就可以完成清除筛选 然后请把筛选就缩小 然后接下来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就是有没有比筛选更棒的机制 然后让主管能够自由选择 如果他想比较的任两年 或者是他想比三年也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画面就用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他有提供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筛选的机制 它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在以色尔里面 跟在这个地方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取名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好 如果您不会以色尔里面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你这边就要好好的听了 首先在这个地方 空白地方 点一下 然后我想要画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是不是就 点了一下空白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点它 它就自动化这样子大小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 请问我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是不是就是这个图例 对吧 对 我的自动交叉分析筛选器 就是图例 就是图例 所以请勾哪一个 订单日期 勾了订单日期 在这个地方 它现在是不是从哪一个时间到哪一个时间 用拖拉的方式 对不对 用拖拉的方式 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考量到未来 未来 我们主管他只能用平板或手机来去观看 这个图所占的比例其实只有一点点大 你整个视窗是不是就这样子一个大小 那你有没有想象一下 就是说在你手机的右上角 这个图只会小小的一点点 你在用拖拉的方式 容不容易控制什么日期到什么日期 不好控制 所以通常我们会把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这个往下的选项 改成不是用连续日期的方式呈现 而是用清单 清单 你觉不觉得这个就是每一天 我不可能让主管每天去勾勾选选 所以请把这个栏位改成日期阶层 它这样子就只剩下四个年 这样有没有问题 四个年 好我再做一次好了 就是只有按几个按钮 我先把这个就删掉 好空白 本来是在这张图嘛 对不对 然后稍微缩小一点点 缩小一点点 然后在空白的地方 点一下 第二件事情 交叉分析筛选器 第三请勾订单日期 第四请把这个 请把这个选项改成 清单 第五请把整个这个栏位 我不要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一年有365天 四年有1200多天 那天哪 这样是不是让主管很难选 可是你要记住 只能选择日期阶层 它就会变成年 然后接下来 它在这边可以用勾选的方式 勾选的方式 你觉得这样是会比较好一点 它要 它就点它 然后它如果还要再跟其他年比 它只要加上考错件 它就可以产生出 产生出两个不同 不同别 任意选 自由选 请问你觉得主管要不要自由选 当然要 它怎么可能 希望看到就只有 只能比2016跟2015 说不是它心血来潮 它有时候它要跨年比 好 那请你们就是把这样子的技术学习起来 这叫交叉分析筛选器 可以做到自由选 跟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格式 稍后我再跟各位分享 五个动作就做完了 各位 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 我们现在是不是 点了2016年 我再点2014年 那2016年是不是就不见 那我可以加上控制键啊 在电脑上面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比较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但是你现在 你有没有发现到 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样的内容输出到 例如说 让主管在平板上面操作 它根本就没有控制键 所以你一定要去把一些格式调整好 不可以按控制键 那怎么做 让它又可以粘 就是它想要点什么就点什么 所以请这样设定 它的这个格式要设定 第一个 格式 格式 在视觉效果下面有格式 然后接下来这边选取控制项 选取控制项 首先选取控制项 单一选取 要就是 反正就是 一次就选一个了 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 以扛错进行多重选取 这要关掉 那请问关掉之后 你还能不能做多重选取 不行了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关掉多重选取了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做多重选取了 就在2015年点一下 可以吗 现在变成 变成哦 它不是 它根本就没有多重选了 它变成你要或不要的选择 决定来说我不要2015年 那我就把2015年再点一下 然后假设我要2016跟2014年 我就点一下2014年 对不对 滑鼠 那个 你可以控制的手机跟平板 是不是只能点一下 就在做这件事 也只能做这件事啊 滑鼠是不是只有点一下的操作 还有滑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 这个手机才能什么 按扫插键做多重选取的功能拿掉 所以就在格式 格式 然后选择控制 选择控制项 然后请把这个 以control进行多重选取 关掉 还有那个全选打开 就这两个要调整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字会变大一点 应该会做嘛 请问是调整这一个 还是调整项目 请问是调整这一个 还是调整项目 我都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谢谢 好 点选项目 然后请把文字大小 稍微设大一点 为什么要设大一点 因为到时候主管 主管 他是不是用他的食指来去选 对不对 你的框也比较大一点 方便他去点它 好 所以这个文字大小可以设大一点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麻烦请你们 现在动作做一下 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控制项 来去调整 好 你看同期比较 我们讲到这边 我们才算讲完 因为它真的很重要 你要搭配到 去思考 手机上面 iPad上面 配的平板上面 它是怎么操控的 他问说 这一个折线图里面的这个线条 其实这有线条在这边 很浅 我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在Y轴 Y轴 色彩我们用 红色 不是 我选错了 Y轴的 格线开启 色彩不可以用这么淡的颜色 这个用红色线 红色的线条 这样就出来了 但是也不用那么明显 例如说 这个浅浅的颜色 可能会比较适合 然后这个线条 没有必要把它做太明显 所以通常我们设1就可以了 甚至你把它改成是虚线的方式 虚线 好 那这不请你们做了 我们现在介绍 下一个分析的机制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去用散布分析 看关联 散布分析 看关联 举例来说好了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它是不是有销售额跟利润 它想要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假设你今天你想要去看 客户的忠诚度 对不对 那你就会拿客户跟我们之间往来的两个数据 客户跟我们买东西 对不对 我们去看客户提供的销售额 还有呢 那我到底从他那边赚到多少利润 对不对 我是不是大概就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客户 当然我不晓得你要看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们常会这样子来去看商业型的资料 好 那怎么看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